大家好 我们上节课讲了金鱼的结构 我们这节课用墨画 我们拿个小提头笔的 打湿以后我们调弹幕 调到笔度后面 然后我们笔头来点中等墨色 好 我现在开始画 用册风 把第一笔先把头部画出来 往后做 尾饼 接着把他这个 这边一笔 这边一笔 然后呢把他这个 眼睛画出来 眼睛 这边有个眼睛 好 身体 身体直接从眼睛下面往后走 这边有少一点 眼睛画完以后呢 我们直接沾点水 然后淡墨 笔尖来点中等墨色 然后我们直接把他的尾 尾棋给画一下 尾棋 还有他这个 胸棋 腹棋 直接把他这个 这个画出来 直接把他这个 这个画出来 接着用咱们这个干笔 毛笔上干笔 好 最后呢我们把这个 沾点墨 稍微重点墨 把他的嘴巴 眼睛 在那里勾一下 先把嘴巴给 画一下 最后呢我们的眼睛 勾一下重墨 勾个重墨 好最后我们用这个 稍微重一点的墨 把他的背棋给画出来 扫一下 最后他这个 勾一下就行了 好我们这个鱼呢 基本上是 看这个眼睛这点 点一下 点一下 嘴巴再来一点 好了 这就画好了 好大家好 上节课我们用墨 画了这个小金鱼 我们今天用颜色画 首先把这个猪纱 调出来 然后呢 笔头来点鼠红 好 让颜色有点区别 我们那个方式呢 跟用墨的方式是一样 用墨的方式一样 还是往后做 尾饼 然后呢 两边 我这个是从上往下的 好 然后呢 眼睛 这边一个眼睛 好 腹部 也就是胸腹部 都给它画出来一下子 勾 勾 这边画短一点 好 接着把它的这个鳍 胸鳍 灵动一点 好 最后我们把它的尾巴 尾巴画的时候 用飘逸一点 飘逸一点 从上面往下飞 往下游过来 最后呢 我们用这个扁的这个笔 我们这个笔正好用扁了 我们在身上 稍微扫一点这个 感觉 最后把嘴巴画一下 好 好 啊 感谢观看